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上火的消息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新赵的这个人 出于没过几天就向政府申请了 低收入家庭的基础生活保障津贴 以及没有工作能力的65岁以上老年人 可以申请的基础年纪 如果申请通过的话 他每个月就可以拿到120万辅助的消息 结果还真的通过了 根据安山市表示 赵师傅夫从音乐底球开始领取了 韩币120万的生活津贴 这些津贴都是身为国民应当能申请的补助 所以政府也没有办法阻止 做了勤收不如的事情做了监 在监狱的12年没有缴拿任何税金 还免费提供他食宿 出于后国家再给他提供每个月120万的狠币 不过就这件事情要被骂的不是他 而是要骂把法律做成政府德性的那些人 不能就跟运动选手在奥运拿金牌就有年金一样 犯了某种程度以上的罪 就取消年金取消津贴补助的法律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傻眼的消息 去年轰动了整个韩国的那个房间的博士他 在一审被判了40年 但是他觉得刑量太重 向法院苦诉 40年的有期徒刑跟其他X等强力犯罪相比 刑量过度严重 而失去了公平信 希望能在二审的时候重新考量 哦你个X 不是你的刑量太重 而是其他强力犯罪的刑量太轻 不想想被你受害的那些孩子们 这一生都要带着那些伤口生活 还考量 我递瓜吧你 希望在下个月二审的时候 再多给他加几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出演电影的消息 什么出演电影有什么了不起 很了不起 这部电影是日本的世界级导演 Korea的Hirogatsu 首次制作的韩国电影 而一起出演的演员有 出演寄生上流的韩国影帝 丛干我 余香兵公余索吉桑 可称为韩国四大共才之一的肯东文 以及女演员Peduna 非常华丽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哇这些演员跟哎呦一起 真的又神奇又期待 十八疯了 期待的都想骂出脏话了 哎呦真的是很有才 做子作曲能力好 歌唱的也好 演技能力也好 人品也好 到底有什么不足呢 哎呦到底要走到哪里呢 管你走到哪里 只要健康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颁奖节里对罪假唱的idol们 他们就是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啊十八笑死了 太厉害了 疯了吗 笑死 cover一次吧 不是开玩笑 是真心的在做 哇太神奇了 所以连续看了五次 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喜悦 Seven Team真的 做什么都这么努力 好好笑 好可爱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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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